诺威斯基对于球队近况感到痛心,重申自己可不打算故意输球,资料照美联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独心侠近日风波不断,先是老板库班Mark Cuban的败烂说引发争议,今又爆出前球团高层的性丑闻。 球队精神领袖诺威斯基德纳威斯基难得说出重话,痛批球团丑闻令人作呕,并强调自己可不打算败烂,因为球员上场比赛不是为了输球。 一向有话直说的老板库班,左向媒体自报,自己当着球员和总教练的面致说, 静于本系战机倒数,静后再无望,他认为输球是球队最好的选择。 库班表示联盟官方铁定不会喜欢他的说法,但他选择对球队坦白,但也强调球队自有规划,不会一直摆烂输球。 然而库班今天仍收到联盟的60万美元,约台币1752万罚单。 知名杂志运动话坎也撰文揭露独行家丑闻,指出有数十位球团员工出面指控, 踢报前球团总裁兼执行长Jedema Asari,在智的18年间, 曾多次对女性职员做出不当举动,但球团相关人员刻意忽略隐瞒, 造成多人受害但申诉未果。 老板库班文讯表示会负责到底,以委托专人深入追查, 日前传出加报丑闻的随队记者也已遭到开除。 效力球队快满20年的诺威斯基金首访, 实难得说出重话,痛批球团丑闻令人作呕, 发生这种事令人失望,痛心,很高兴事情全被揭露出来, 真的是非常非常失望,我们球团的人竟然会做出这种事。 我想库班已经试着挺身而出,想带领球队走在队的方向, 对于那些受害者所遭遇的事,我们队上都觉得很糟, 这真的令人作呕,全队都为他们祈祷。 诺威斯基说, 诺威斯基神压20年都奉献给达拉斯资料罩、法新社。 身为球队的精神领袖,诺威斯基表示球员们都相处融洽, 互相尊重,对于球队休息室外的管理阶层传出性丑闻, 实在是相当难以接受,休息室里的家伙们一直都很棒, 我们很爱开玩笑,互相捉弄,享受彼此的陪伴, 但我们绝对互相尊重,我们尊重所有一起工作的伙伴, 不分男女,那些发生在管理阶层的事, 我实在不方便说什么,诺威斯基说, 尽管力挺老板对球团丑闻的因应处理, 但诺威斯基对于酷斑的摆烂说可不认同, 生涯20年全贡献给达拉斯的他强调, 他永远不会支持有目的的输球,这并不是他的风格, 老将上场就是全力以赴,在这个联盟打球可不是为了输, 我已经在这里很久了,我们都是努力的竞争者, 就算是年轻菜尿也是全力去拼, 诺威斯基强调,如果你不拼就会失去市场价值, 可能会因此受伤,如果你没有每分每秒都全力以赴,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是我对年轻球员们的忠故, 每分每秒都要认真打,球员从来都不是为了输球而打, 球赛或许会输,但我们可不是为输球而打, 诺威斯基总结,有球迷在新闻下留言, 认为即将退休的诺威斯基值得更好的谢幕方式, 获得众多球迷力挺, 诺威斯基鼓励球员,每分每秒都要全力以赴, 资料照,美联社